我上次而且我也是那种 我也是直奔着办公室过去 我没吃饭 那我今天打开直播 然后不断十分钟后 我下播了 而且就是下播 它没有那个缓冲时期 就是快快快到你了 然后就不在手机里挂了 一切就在一步 所以保住我第一天 在这个组播的时候 我播了两次 第一次播了几分钟 是中午吃饭的时候 第二次也播几分钟 是下午吃饭的时候 然后别的事情 一直在哭嘴嘴嘴嘴拍人 然后昨天是 拍到凌晨一点多 两点多回去 我本来都没想着 因为太累了昨天 结果是烧烤肉 就是结果点烤肉 我想着我一个人 反正也得吃烤肉 我就开着播吃烤肉 然后我们有个酒店 灯都是坏的 我就只有一个设斗能用 然后 我听你等 你现在看不了你的那个 VX 是不是 嗯 我先把我定位帅给你 我给你 看你就知道我们俩距离有多近了 那晚上正好一块吃饭 然后我一会在VX上面 跟你说一件特别离谱的事情 我现在可以 因为我现在这个安卓 它是可以分屏的 哦 对 但是你不吵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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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TPT一样 喊成那种 不行 这种话在直播间说了 我感觉就是 没活干了 是真的 你绝对听完也觉得非常离谱 我或者今天见面的时候 给你们讲吧 行 而且我让你选一个 猪斗鸡 活动 还有沙锅粥 它 它 都行 它让你选一个 嗯 你想吃什么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啊 除了沙锅粥 其实沙锅粥我不太想吃 那就去吃猪斗鸡 这样 行 你让老板给你上一个那种 超级无敌大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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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猪斗鸡 它有猪斗鸡 它有猪斗 然后还可以给里边煮 煮一些撇的 你可以大快大快吃 谢谢小河 今天中午吃了猪斗鸡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 我直播间说 有人说是 想吃焖锅 焖锅算了 焖锅流到下个组 我们杀青的时候 去吃焖锅好不好 你反正每天说这么早 然后小张来了 咱们先个去吃焖锅吧 这么早啊 我明天就是这个大漫场 我明天气品去煮多 如果我觉得你八九点也就收了 那是因为我们说得早 这些通知是早 明天的话 我们也可能 我们应该以 反正现在预计通告写的是六点 然后 六点 去化妆 嗯 六点或者五点半是不是 对 像今天早上我就是五点二十 不吃火锅了 我们去吃那个猪肚鸡 因为我们不知道 航天这边哪家火锅好吃 然后姐姐在这边 她能带我们去吃好吃的 我俩 我俩现在非常平和 就是巴巴的聊 就是不平和的时候 就是看 如果今天同空的话 就是不平和了 就开始打架了 猪肚鸡 其实很好吃的 猪肚跟鸡 对 猪肚跟鸡熬出来的糖 跟火锅一样 我坐那天 第一天 睡了两个小时 现在真的睡少了 一整天 代谢 会变得很慢 我那一天 第一天拍的时候 睡两个小时 起来我就觉得 整个点是浮肿的 然后晚上 我干了一件事情 我去 我去蒸桑拿 就在附近 可能附近蒸了 我蒸了 足足四十分钟 把自己蒸多水了之后 我回来一口水 我都没打喝 我让我淡上水了 第二天 瞬间那个皮包肉感觉 你不怕自己出事吗 你睡两个小时 然后你去蒸桑拿 蒸四十分钟 然后脱水不喝水 两个小时说夸张了 我睡了三个多小时 那你也有点离谱 还是身体健康第一吧 就是好看不好看 帅不帅的 这个都无所谓 就是身体健康 好吧 你自己住宾馆 你晕倒了 都没有人管你 我不是把电话甩给你 哦 那你 你的 你的个人风格 就是不爱回消息 或者回消息很慢 那我怎么知道 是你出事了呢 还是你没有回消息呢 你要每天都要试探一下 我跟你讲 你每天都得在 就是中午十二点 和晚上九点 这两个时间段 然后发个消息 然后你要等一下 如果两个小时内 身上你没有回消息的话 然后你就开始打电话 你打电话 电话打不通 你就打那个视频 视频打不通 你就报警了 你就该觉得他出事了 哦不 下面你不能报警 你不能 就是